Vanon 诗か 演唱 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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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武汉米 北京还是暖和挺多的 对 京都已经穿拥肚了 对 京都已经穿余肤了 那里面的冬天 试试 挺暖和的 冬天没虚暖的 冬天没虚暖的 呀呀呀呀 来 请 老板 你这个点不好照 哈喽 老板 咱俩也是捞钱 老板好 欢迎来到小鱼咖啡厅武汉分店 鸟语花香还有电锯的声音 来吧 恭喜冲钞成功 谢谢 谢谢 你们一会儿那个就是庆功宴了吧 对 今晚上喝 一会儿是不是得喝点 不知道 看李铁都冲钞了 不要这么严谨了 你得一项严谨 因为我知道李铁那年华夏冲钞是没少喝 他平时不能喝 那庆功肯定不用 关键是老板也有 他肯定得喝 当时就是确定冲钞那场比赛 你们庆祝了吗 没有 那场比赛之后应该是少的间歇期 就比完赛 那天晚上 大家也没说在一起特别开心的 吃个饭啊什么的 我们的目标没完成 我们目标可能要拿冠军 我们当时目标是多怪 是多怪 是多怪 就是坤哥这个年龄到第二天还得很严谨 对 参加了场域这个效果第二天 这个总是感觉没到那个点上 一会儿得好好庆祝一下 下面介绍一下见规 在聊天的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 指导 歌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 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人 将在最后复得结账 都带钱了是吧 哎呀 今晚上就发奖金了 这还 是吧 这结个账这还舍不得了 这一赛一开始就 确定目标就是要冲超 对 前进轮开始就一路领先了 我们就是 到了积分宝第一的位置之后 咱们再就没下来过 对 要劲的比赛都赢了 对 对 比较稳定 把强队基本没输过 说上连续六七轮吧 没赢球但是也没输球 也没输球 对 今天一共都输了三场比赛 一定要的炫耀 输了三场 我们都不是很开心 都觉得多了是吧 输了三场不应该输的比赛 忽然真的现在就能感受到 他们队里今年的氛围 真的都是每个人憋着一股劲那种感觉 对 因为这个冲超 其实大家台有压力 开始之前 你也没有输球队队员从来没对外提过冲超俩字 其实因为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干什么 其实冲超这个不是今年才提 我们去年就是以这个为目标 只不过我们去年没有成功 所以说今年可能就是一种延续吧 我们球队又做了调整 又买了一些内源 又买了这个外源 对 整个做练班子也忘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 今年呢 目标就更明确 大家更坚定吧 在一方面作为货币足球这么多年 可以说这两年相对来说 整体环境比较好的时候 包括整体的投入啊 然后人员的引进啊 包括重视度啊 甚至于说连球迷这方面 也有很大的变化之间 所以说你如果这两年如果说没有把这个事情办好 可能感觉是一种很大的打击 也许这一下就很难再让人抬起一个就是往上想的那个想法和冲动了 也许这股金也许就下去了 那我没来湖北看过球啊 就湖北球是好吗 我们去年第一那个开幕式也四万多呀 平均的人数也接近两万左右 那应该算不错的 嗯 真可以 今年也是特例 因为我们球场是大学 最多只能坐一万人 啊 那个城市场就是已经坐满了吧 那个新华路那个球场现在干嘛 它现在整修 因为那个有那个军会要求嘛 现在整个武汉市现在好几个场地 包括转口体育场 好多场地现在到时候要翻修 我从06年第一次到武汉 我感觉我每次来武汉 这么多年每次来武汉 我感觉它一直在修 就是这么一个生机活活的城市说 而且武汉是不是大 城市太大了 从机场打算到民机里二百多元 我真的 机票四百元 这么大一城市 终于是有个冲超的球队了 终于有个踢中超的球队了 应该有 应该有 比如说平常在队里啊 大家不都是说憋着一股劲 然后踢得很严谨很严肃吗 像李铁像教练 他是个什么风格的教练 你觉得 你们俩之前在国家队当过队友吧 是啊 对啊 我们教练组好多跟坤当队友 我都 基本上都一起踢过 对啊 我跟李铁 我跟李铁最早 新锋 最早我们俩一起踢球是 薛森 01年 当时我们代表辽宁当局员会 当时李铁是 他是作为超领球员来加动这个 那时候当队友包括现在当教练 你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差别吗跟之前 还吹头发 包括在队里什么的 现在可以放开说了 他现在还吹吗 吹 吹啊 他就标志性动作 不 这是什么 他那个 啊 知道 当教练以后可能压力就会大 嗯 因为这个 出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说 要求一直很严格 比我想象中严格的多 我都被骂哭过 什么时候啊 你做啥了 在前训练 跟身心 因为那场球也挺关键的 对 刚给我改那个新位置 我被骂就有点掉眼泪了 然后下来 昆今日到更新室 就说 哎 经历太少了 这就不行了 紧接着 没过几分 课上深针 我第一次见敌宝 第一次见 铁 骂坤 确实压力大 很正常 因为这个也属于这个比赛就是这样 那也是我们这六分之间的比赛 也可能因为第一个丢球 因为我的位置问题 呃 就算失误吧 因为导致的这个补被补的慢了一些 他这个当时的他这个情绪很疯狂 啊 社会当中就很争吵 一到了工作状态下就比较疯狂 就丁国 这个从一开始那个 跟铃铁定位有关系 就是三个职位一起挑嘛 嗯 总经理 其实总监 然后主教练嘛 所以说对他来说的话 他也要负责所有的东西 可以说因为湖北足球这么多年之前 一直出现一个很大的波子 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你们有不同的声音 可能相对来说不是很统一 所以有时候静人没舍到一块去 所以说他来包括 可能也顶住了很多很多压力 有时候跟我们靠一下啊 嗯 说你们这场比赛你们知道吗 你们比赛如果没踢好 你知道多少人会看我们笑话的 实话 嗯 所以有时候作为你像我们 大空中我们几个老队 有时候也比较理解吧 从上到下都被骂 一般好像没有哪个教练不骂人 但是你想象不到 不是那种 不是一般教练那种吗 你能够学一下吗 哈哈哈哈 没有那个气啥 没有特定的怀念 也没有那个气啥 对 特定的分明 我们太好奇了 好笑 好笑 那他现在算是你们遇到过的 最严厉的教练吗 可以这么说 应该是 他应该是 严厉算不上 因为最敬业肯定是第一 应该说对自己要求高 我房间在基地房间 我住的楼上 365天啊 基本上天天在基地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我一天工作14个小时 真是零 除了15小时吃饭就是零 他录像 他们教练都天天开会 什么爱好也没有 什么爱好也没有 这帮人 就是求吃 真的好佩服他们 其实咱们本土教练 好多都这样 相伏 在广州的时候 他自己说 神早真是这样 神是真是这样 因为我跟过神 这样很长时间 我们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哪 在那个韩国打亚运会 他可能叫余涛去他房间找他一下 余涛去的时候他在那看比赛录像 你知道吗 余涛就进去完了 就待了两分钟也没说话 他不想打断 他一看就 好像也没什么事啊 去了之后又走了 他就问余涛我让你来 你怎么不来啊 他没发现呢 进去老道 人都进来就站在他旁边 他没感觉到 他就在那看录像 太投入了 就很投入在他看 中国的本土教练 我知道的百分之八十 基本都这样 你包括出房货 天天看录像 我也看的那么多 包括有一次我去找余涛 可能按我们想 那个年代的那个教练 他可能不会说 我每天我在研究一些 新的这种战术 跟国际接轨啊什么 我一看他房间里面 这种教材 然后这个岁数还能学英语 他学英语的目的 是为了他能够更好地去 看懂这些教材 中国的这些本土教练 其实不像 很努力 很努力 不像国内的这些球迷 工作量很大 不像国内的球迷 给他们这些声音 比带中超这些外国教练 工作量大多 老外的强调 真的 现在对于他的压力 就是明年怎么把这些球队 在中超能取得一个很稳定的成绩 对 那他压力就一直不断 我们每一场比赛都有一个目标 就都有目标 教练员一定是 提前三轮已经拿冠军了 这场比如赛前说 我们离武汉 离武汉十年来最好的球队 禁球差几个 失球要控制在几个以内 这么细吗 必须的 就是什么都要做最好的 在你能做最好的基础上做最好的 这我一说这个队真是太吓人了 这很恐怖的一个球队 你说连多半之后都还保持这个劲 那要不然我们现在能领先第二名十分 你看还是你也得低调的炫耀 最后跟保级队 保级队跟我们玩命的 我们客场去了三比零 很轻松 就感觉后面闭着眼梯怎么也冲了 哪怕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也没有丝毫的一点放松 从超成功之后 其实是我们还说 我们专门完成了夺冠 夺冠以后又说不能丢球又来了 对不对 总会有 总会有不同的 对我们有要求要拿冠军 因为他每个组场是预队逼刀的 不单单是比分 他更痴迷于足球的本身 对于球员的本身自己的发展 记不记得两天前训练 就是你最后一堂训练课 他也说的 就算今天是最后一堂训练课 我人生中最后一堂训练 都要百分之百 全力以复完成 是不是就因为他训练太阳了 然后就不想踢了你 谁我呀 你要这么说 训练那早就踢不了了 训练阳的教练多了 聊不下去 是啊 那我就觉得你看 明年就冲超了 你就停这儿了 就不踢了 在我们看来觉得挺可惜的 差无常 天天我说 是吧 差无常 这我们的数据出来了 就无常了 差无常 汪松马上追上来了 关键汪松还在踢呢 今天是第三个 朝廷也是 所以说 其实我宣布退役之后 汪松是第一时间给我祝福 他跟我说可以啊 你回家照顾孩子 特别开心 你知道吗 他就感觉他连下一个目标 又进了一步 你知道吗 这个对我来说 我说实话 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你看 都是这个年龄段 在这里边 可能再过两年 三年以后 又会有一波年薪球员 会对于我们超越 记录就给人超越了 就是你从来没有在意过 这种东西 不是特别在意 我觉得很多事情 是顺其自然的 但是大坤这个记录 说实话已经非常了不起 对啊 你算是这样 一年读的两段是 30场的话 你410的话 你往上乘 十多年 我98年踢的第一场 万达也在 我17岁队万达在的时候 那个时候球队只有12支 一年是22场比赛 他不是像现在这样30场比赛 对 然后扩均扩到14支 一年就是26场比赛 对 现在是30 你现在是30场了 未来可能再扩均 18 18球队你可能34场比赛 所以说你这记录这些东西 早晚都会有人破 万达明年回来 你再咬咬牙子 早晚都会有人破 20年回来 你正好你也别走了 不是 我们一起劝一劝嘛 对啊万流 留下来 微博就更新一些 昨天是闹玩的 今天醒酒了 想让张又昆继续替中超的扣1 你让微博被周冬给密码拿走了 不是我发的 不是我发 关键是 现在也没有什么大伤 现在还好 身体状态好 可能的时候想起来说 我不想批了 我想退役了 我觉得我自己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我始终告诉自己 就不能到一个 到什么程度呢 就人家感觉你别踢了 别在这捣坏了 我不想成为负担 当你如果成为一只穷越负担的时候 就没意思了 我觉得我来武汉的时候 我也是想 其实我当初一开始我不太想 我是想在中超结束我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个时候吧 可以说 这就是运气嘛 出生的大年这样的一个城市 拥有着这样一支豪华的球队 对 你看我98年第一年踢联赛 虽然说踢了很少 那一年出场了三次 但我那一年就是拿了冠军 你分金牌你也得有一块 你得上去聆想 你也得上去聆想 对啊 到了01年我就拿到了中国所有 只要有赛事所有的冠军 那一年 那一年的时德是整个的中国大满贯 所有的冠军 就包括全球会嘛 只要有的赛事 那一年冠军都是大连的 只要参加的比赛 参加的比赛就是冠军 01年之后我20岁 而且职业联赛这么多年 就一直是在踢第一级别联赛 所以我说实话 我当时不太想去第二级别联赛 我来武汉的原因只有一个中超 对我的预期 我是觉得 武汉这些人内外园的引进 我感觉去年就应该可以上来 因为我是签了两年的合同 因为我这感觉 武汉这一年上来之后 第二年又是中超退役 也挺好的 如果能踢就接着踢 不能踢 我在中超的退役 也没有违背我当初的这个 对自己这种要求 但是去年就没有上来 正好今年这个目标完成了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可以说 这个中超的冠军从没打过 然后我们队里有时候开玩笑说 那中级的冠军 你也没拿过 中冠的冠军 不想试试吗 我说这样的话 我说我们家小区也成立出队了 这样子小区连赛也拿冠军 你这拿到什么时候 其实不是我想象的 至少我们从今天开始 武汉球队已经是 中超球队 中超球队 然后你就不玩了 中超我也踢过了 你要说没踢过 就这个东西 咱们再一起再感受一下 那说实话 这也是一样 你明年年龄又大了一岁 你的经济状态 一定是下滑的过程当中 只不过是下滑的速度快慢而已 所以说我是觉得自己 球队又上了一个台阶 我又下了一个台阶 我怕我跟不上球队的这种节奏 你知道吗 别不匹配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你说我今年的冬训也好 这可以说我们冬训三练 我已经有十年 一堂课步了 作为我个人来说 至少都有十年 没有过一天三练的时候 早上起了七点第一堂训练课 一天才好 七点这么这么大 对啊我七点 还没吃早饭吗 我们第一堂训练课结束之后吃早餐吗 但是那段时间我也是每堂课都坚下来 虽然说跑步的这个名次不能是在前面了 对不对 可能是在中后 但是我每次都坚持 但是就是说你心里有目标 就是想跟这个球队一起 怎么把这个俱乐部的这个任务完成好 当初我选择福利也是一样 他能很打动我的什么 福利当时提出的目标是要冲亚冠 这个是非常打动我的 因为当时找我的球队不单单是福利一家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这项赛事 我觉得到了我 因为我当时去福利的时候 就已经一三年已经32了 那个时候就有人问我 你什么时候退一 我觉得我过了30岁的时候 就不断的有人在问我 但是当时踢亚冠这个事情很吸引我 我就感觉我这个年龄 是不是还可以再踢一次亚冠 结果我也是去了第一年没成功 但是也在第二年我们成功了 我们俱乐部 我们跟我当初来的目标实现了 他那种感觉就是我拿过很多冠军了 我球我也踢了很多场 但是我每次都要有一个目标 你到了一定的年龄 因为可以说 比如说像我现在 我跟他们同样的训练 付出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老爷我们就有体会 你看我们睡完了 每次往房间里走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我脱着疲惫的身体 就一句话也不想说 然后他就是蹦在这儿回去的 他这些93年95年的高高兴 他现在开玩笑打闹 我就感觉我 你不累吗 这可能真不累 或者说他们第二天 又生龙活活的出现在训练场 第二天我们再来 所以感觉今天还能练 但是每次就会告诉自己 如果你心里没有目标 你很难去完成这个事情 你信念感好强 所以说现在就冲上去了 我感觉明年武汉想做中超的冠军 有难度 那目标是什么呢 对于我来说 告诉自己不要超那五场 没意义 我超完之后 我现在没有压力 你知道吗 现在薛云龙可能有压力 感觉我下面什么时候 人快超上来了 如果我在那个位置上 那可能我也得看 我 王松什么时候上来 有意思吗 没什么意思其实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清醒的人 就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自己很清醒 就这个年龄还不清醒 那就应该清醒不了了吧 你之前会跟他们说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退 在我们最终的拿到中甲冠军之前 我没有去说这个事情 因为到真正的拿了冠军 然后之后我就找理解他了 我就会告诉他我的想法 因为毕竟明年的球队 所以他还要为明年做打算做规划 那时候就没有压力了 大家都没有压力了 我还挺好奇的 当时跟李铁说我要退役的时候 他怎么反应 他问我为什么 是我练得太狠了吗 没有 我把我的原因可能也 大家都解释一下 老哥照你这么练 90那也得退啊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没有很好的训练 像我也好了 爱也好 我们到这个年龄很难保持到这样的竞技状态 因为老爷爷今天也是 确实是 今天有了很好的表现 对 我的想法 首先第一也是帮这个球队送上 而且我还有另外一种想法 是因为当时08年退赛的时候 我是亲身经历者 对 对我的印象中 我当时在这个队的时候 这个队没了降级 然后现在我有机会在这个队里的 我一定要想方策法地 尽自己最大努力 自己亲自经历这个过程 然后去帮助球队送上 这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我去年还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今年冲上成功了 也许我就准备 我也想退了 小孩幼儿三正常都凹没了 小孩问 哎 老爱你什么时候退啊 明年了啊 正常都没了 我说没成功 我说你这让我 就等于说 那我绝对是未成 对啊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我好不是回家乡求队了 我一定要有使命感 对有这种感觉 我就想把这事 想办法把它做好了 湖北球员现在多吗 对的吧 湖北球员现在还算可以 咱们第二吧 差不多 差不多一半多吧 年轻队员居多吧 对 但其实现在全国剃球的湖北级球员 还是很多的 一直辽宁级排第一吗 湖北应该排第二吧 湖北青少年其实还可以 真的还可以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中超的平台 很多球员流失 但是说在南京的话 为什么我这样的年龄 就作为我来说的话 其实我的经历 首先不可能说跟大坤比 因为他的经历 国外队的经历比我好太多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 还在这个队还能踢 其实可能也有些无奈 是因为流失了很多好的球员 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你留不住好的球员 等明年是踢了中超了 就好好都回来吧 对 其实今天中超最大最大的意义 有时候也不是说为了一时的高兴 或者说为了多年来梦 其实做一个场景来说的话 是为了湖北足球真正有一个平台 让所有所有的球员看到一个希望 不论是在外面的 或者说或者说你的青少年 对 有个希望 毕竟武汉这么大 湖北这么大 对啊 你没有一个中超的话 我在湖北 如果是我的小孩在湖北踢足球的话 我也会想到把他送到一个 有中超平台的一个地方 对 当然如果你有了这个平台 那我想当然是本地 本地 他会有一个积极的推进的作为 对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积极推进的作为 这是一个起很大的影响范围的一个重点 上半场真的是聊得太深入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好 两位今天在我们店里留下一幅画作 就是画一下我们的坤老师 好 好 你是不是够过练不练我 那天看地岛照片看半天 你看你没压得提 其实我觉得坤老师是有特点的那种 就是脸型比较长 也还好吧 大葵应该是中国球员里边眼睛最大的 有没有那么大 有 完了吧 肯定是眼睛最大的 别冒 我大点啊 你再找一个比大葵眼睛大的 我印象中 汪松眼睛大 对我刚刚想说汪松 汪松没那么大 那你找一个眼睛最小的 那天我贴了一个照片 这边北京过安的 从史密特到李磊这几个 雅价小的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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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王鹏老师来我们这时候 我们后期组 我就以为是睡着了 在那 眼睛一直没整开是吗 周涵还看见呢 你给他点正脸吧 看不看没有用 你玩应该是画应该是没法看的 反正这是一个机器猫 先来看一下艾志波画哥 张耀昏 我还没画完 这是谁 我自己说这是谁 我长得一张残念脸 我没画过 我没画过 他不好意思 我会画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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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这个滚烈子多光 应该是掉极了 脸那么方的吗 是个马奖牌 来看看那个周涵画哥 激起吗 张耀昏 画了个身子 请问跟上一张有这个脸 没什么区别吗 眼睛就感觉像共富球梦似的 挨了一圈 你这个410是什么意思 411 411 半年8两 你评价一下 你觉得哪个 零回来 不好意思 千万不要写 确实小时候你花五花 你花那么几米 用了90秒呢 我觉得这已经是我的巅峰之处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正问反达环节了 周通 周通 小霸王 您跟《水浒传》里的周通同名 在球场上大家也称呼您为小霸王 那您觉得您的场上表现配得上这个外号吗 可以 你还能夹讲话回答吗 就是 王展盛自拨好像能听懂 我肯定是能听懂 啥 啥 别人是听不懂 别人也能听懂 为啥不配呢 在球场上还不能到成王成霸这个阶段 差太远了 低调 但其实还好 《水浒传》里那个周通也一般 其实也是一个小霸王 也一般 为什么也一个 你跪下 老板聊不下去了 走了 这老乡不太行 对 老乡欠老乡 背后头一枪 您身高不高 又长了一张娃娃脸 有没有被误认过是学生 没有 小米那卡丁是我不是在堆里了吗 我挺爱玩那个 堆里一顿炫耀 飘移 然后那天去小区 我跟我老爸散步 我开那小车 一大爷带着孙子 哎 这小孩开那车 哈哈 我老婆哈 哈 好可爱 确实是小辣王老婆 小霸王骑了我骑了我骑了 妻子外号叫小舒淇 那是舒淇好看的 还是她好看的 舒淇好了 我老婆传说啊 对 确实给舒淇也当过替身 啊 真的吗 这个 你还给郭彩杰当过 我的 她上系毕业了 啊 哎呀 是什么替身啊 就是 就是 吊威亚什么的 啊 啊 我老婆小时候 我又想哪儿去了 你这老乡怎么一点 不想老乡 我就想个吊威亚这个 你是不是想那个吻戏啊 什么的 记性戏 因为我老婆以前小时候学京剧的 就是吊威亚空翻这些 职业生涯辗转到了不少球队 那对于您个人来说 如果让您选的话 您是更喜欢就是四处闯荡 还是一直在一个队 因为我从小我孽子 我自博人 不是说咱的地方小 就是 咱那儿人其实都不算出来 从小就是 就是去北京了 11岁就去北京了 那肯定是想在一个地方待啊 那没办法 这个您想从大连走 是因为阿尔滨后来自己练断 对吧 后来去天津 天津 你按道理说 我老婆天津人 我也不想离开天津 但是也没办法 就是也是去年年底吧 就是12月底 然后接到那个李铁跟正斌电话 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对我就是 对我有了解 这么多年了联赛 就问你过来吧 就冲销了 其实这回来之前 我跟别队也已经谈完了 就待遇什么都谈完了 口流心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边 平台啊 包括环境啊 我就想特别正 这个队特别正能量 特别严谨 就积极向上 我就来这个 最重要不能欠席 等着回自博星期天吧 我们这也有对 家乡求对的 行行行 手区联系 什么手区联系 现在自博又中移 中移 中移啊 大连人看不清啥 小哥是 我说我去手区联系 处处透了优越 啊 我们转移炮台 爱直到 好 网友调侃您的名字 跟爱直播是谐音 那您现实生活中爱直播吗 我不直播 反正在江苏那会儿 我以前老干这事 有时候微博上经常说 哪里面比较重要 球迷快来看啊 这场球很重要啊 所以我们很大什么什么 把老底气氛啊 我老喜欢把一些动态 就是在网上写 他是不是特别八卦 反正有什么事跟艾哥聊一聊 艾哥反应反应 两次啊两次哦 反正我什么都聊 我什么都聊 听说您的婚礼视频是自己剪的 那您想不想剪我们这期脱口秀呢 因为我当时弄完以后 是每个都是一小段一小段 然后我这个把它就排回去 排回去放好 然后直接让别人把它编辑到一块去 他做的是剪辑导演的工作 我们脱口秀导演是一个特别 就是整天骂那些剪辑的那个人 然后看完您那个视频还跟我说 剪得真好这个 还真能招来剪 没了吗 早上新工作了 中超出口秀 欢迎你 需要那个地方 没权成功 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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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首都了 从实习生开始一个月两千 我们跟人干 爱不差钱 就从信息开始 小爱好 就想干人 就岔个平台 钱不就在你 球迷称您为是 那您觉得自己是不是对中最文艺 最有才气的人呢 不是 其实很多人 包括我家的人 从小看我做也不像个踢球的 以前 现在还好受了一些伤 脸上什么 一些伤疤 然后以前比现在白净 风吹日晒了这么多年 但有股撒脱劲 对 对 就玩了以前别人说 像个毒素的 不像个踢球 没有一个踢球那种 很健壮的 很威猛那种 就相对我偏文静一点 偏斯文一些 对吧 文武双全这是 您获得过甲鱼联赛冠 中超冠军 中甲冠军 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 非常的完美 不是 这个问题其实很少有人 有肯定回答的 就之前好跟我很多 包括大连的球员 包括很多这样的球员 他们都会觉得 都说不完整 不完整 为什么 像吕征那次是说 没踢奥运会 安琪那次也 大连那边 他们主要说缺一个 雅冠的冠军 世界杯我也没踢过 那你就 招你这么说 没踢过招你多了 世界杯冠军还没踢 我自己对自己很满意 真是有心流 我对我自己取得那成绩 我自己很满意 假如职业生涯 就得加一项荣誉的话 是选择 就比如说想拿次亚冠军 还是参加次世界杯那种 那参加次世界杯 就是为国征战的这种荣誉 这不是在俱乐部可以 这不一样的 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 是这样的 国家对生涯 没觉得有遗憾的地方吗 遗憾多少会有 就是04年亚洲杯 04年亚洲杯 而且是我们亚军 而且是我自己参加了 我是参加了那一届的比赛 半决赛打伊朗 当时我们的主力的优惠杯 是停赛还是受伤 我就忘记了 然后就给我安排到优惠杯 打了全场比赛 一直打到点球 120分到点球 再发一个 下个就是我发了 我是被排安排的 因为当时就排嘛 当时应该是第一个是李小鹏 赵俊哲 郑志 孙祥 排到第五个当时就说我和邵嘉一 说你们俩第五第六个 邵嘉一那自信满满啊 说德宽 哥哥第五个没问题吧 我说那你就应该你第五个 你来 其实我很紧张 我怕他退缩了 我怕他说你第五个 我也不带我拒绝 所以说我确实应该 你也是紧张过来的 你知道吗 因为在那种环境下 在空体 这个半决赛 全国主目的一场比赛 真到了八点球的时候 当时罚到第五 你知道吗 赵哥 赵俊哲 等一下没罚进 下来就哭了 啊 腿肚子就软肌 真的 下来是好努力事儿真不知道 哭了 没罚进 下来也立刻下来 那么因为他走嘛 我们都排在这排这 就准备这一起嘛 不公平这样 我就安慰他 我说没问题啊 咱们咱们可以 其实就是活八道 自己那个活 自己自己壮胆 自己壮胆 我心想你这是结束了 哪有我呢 你知道吗 我就心想千万别轮到我 当时真有这种事情 就别轮到我 结果到嘉一这个就结束了 就赢了 但决赛也是决赛我也踢了 因为当时也没有想到去踢 当时是 当时因为大头受伤 大头受伤了 然后就是我决赛是我和郑志踢的 我也是参加 因为亲身经历的这个事情 也是咱们国外队的亚洲冠军 最近的一次 又是在主场 因为当时觉得我们那比赛前 都感觉这冠军我们中方所归 整个各方面就感觉 这稳了 这应该是我们拿了 创造历史了 就感觉 就是很遗憾 这个真的是很遗憾 这太可惜了 我们都觉得太遗憾 对可能在很长时间一段之内 你再很难达到这个高度 关键有个手球在那儿 对 对 因为完全不是说 因为我们就真的去不落堂 就因为大家就半斤八两 就因为输了这么一个球 而且是扳平之后让人家 这感觉就很温暖 你知道吗 输了这么一个 就感觉这个确实是 所以我是觉得 至少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 取得过这些成绩 至少我自己还满意 否则不能退 都不满意怎么能退 肯定是满意吧 您是大连人 又在大连踢了那么多年 那最后没有在大连退役 有没有感觉非常的遗憾 这就是遗憾了 想想还是别退了 对 想想 不对 这个 没有 必须把五场凑容 有 还是有 还是会有一点 对 这个一定是有 所以我个人来说 因为我是觉得 我把自己最好的 最好的这种 这个经济水平 这个 留在大连 就可以说我到 这13年 都32了 我才离开大连 才去外地 其实在之前 就是把我自己 直接生涯最好的时光 都留给大连 所以说 那个时候大连球迷 看到我就是那个水平 那个高度的 现在回去在这个高度了 那就没意义了 那假如说 假如现在大连那边主动邀约您 说您过来帮帮帮 我也不会了 明年帮助很大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我帮助不了了 因为我觉得 我在这个竞技水平上 已经达不到那个高度了 因为我刚刚进入到大连队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我跟徐红一个房间 球队队长老大 徐红一个房间 他就跟我说 我说你将来想在这支球队立足 你就要进国家队 他对球员的要求就是这个要求 你想在这个球队立足 那你的目标 只有是国家队 所以说当我进入到一线队之后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就是国家队 就是你什么时候能进到那儿 我才觉得 我才有资格在这支球队立足 其实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你说我现在再回去 再一上去比赛 那可能管上骂了 我觉得球迷也不会的 其实 会 真的会 这是这样的 就是你已经把自己这个 其实球迷很现实 自古美人如梁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其实就是把是美好的那个印象 我留给大连球迷 我留给国家队的球迷 不要说到最后 让球迷骂着你走 就是啊 提点开心的 您和妻子是小学同学 但是是在认识十几年之后 才开始恋爱的 是不是因为人家女大十八变 变好看了 是 从小就有 两小五才 懂了 没变好看 这个问题坑很大 你怎么这样 要不然就说小时候丑 一会一直好看 一直好看 一直好看 对 她没有什么变化 朱婷不也是吗 你们大连人真的很钟情 朱婷那是那个什么 真的是被她这个现在的老婆从小一天一个冰激凌终于给搞到手了 谁搞谁 女孩天天给她摆 一天一个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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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了 女孩子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更辛苦 这女子的球员会比男子会更辛苦 那当然了她长大之后她就非要干这样的事情 那我也做不了决定 接下来是我们的情报战环节了 今天的情报非常的集中 二位可以放松一口了 今天我们的炮火 不是我们的情报全是冲向我们的坤老师 来自于江苏苏宁的热心观众汪先生 王先生 说大坤特别喜欢乒乓球 每次训练前都得打一局乒乓球去当热身 这是谁 这是谁 王先生是谁 天天怕你退役的那个是吧 天怕我退役的 就打乒乓球就累我 是他陪你哪吧 没有我们以前在副地球员的休息室里边 就有个乒乓球的台子 正好赶上几个水平差不多的球呗 那就一起玩 刚刚这个训练前大家就活动活动活动 关键是大家水平差不多 11比9 12比10 这都很高兴 提到说您是对得打球数一数二的 可以这么说 那王松打得什么 我们俩水平差不多 我第二他就第三呗 这条情报是来自于热心观众朱先生 朱先生说您从来不买洗发水 从来都是蹭他的用 朱先生是谁 朱婷啊 我们俩一房间 他特别知道他自己应该干什么 总把洗发水都买好了 哈哈哈哈 笑嘅了你 对不对 因为我们俩一房间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队友 因为他不说话是吗 从来不说话 就他在房间跟我自己一个人房间 没什么说的 然后洗发水还能买好 对 因为我呢 有时候睡觉我脑神经不太好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 我睡觉的时候 就要特别浅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旁边只要有声音我就醒 所以说现在的球队友 有时候跟教练提我 能不能自己一房间 就唯独就是说我可以不用提出 就是一个人的房间就是猪抢在我旁边 是不用提出的 这就没有声音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睡觉的时候他也不睡 他就陪着你去在边上躺 他自己看自己的事情 您听第二条 绝对就不像跟他一个屋了 朱先生还说 说这个大坤睡觉喜欢一级睡眠 一级睡眠是什么呀 你就得自己想象了 裸睡是吗 真不知道一级 对 真是我睡 男队员在护士里边经常是不穿衣服的 正常 那一年就国家队赢韩国那边 去采访 我们男人就上楼了 对人都光是屁股 因为也没穿 就坐着跟你们聊 女的没办法 女的在楼下 上也上不去 你不好上 没了 很满意 挺好的 加水 明年多去去 明年领让我去看看这队 没问题 看你喜欢哪个队的 其实对你来说 你有几年没有体重超了 我是14年回来 然后一直到现在 就一直在 四年 对 对 南方人可能更念家一点 念家 对 念家一点 你看很多的南方学生 相对来说就是去外面工作 或者踢球的 相对比北方学生要少一点 我们的小霸王其实还是一个福星 对啊 今年刚来就升潮 从川先生走的那个队 也不太 还是 毕竟也待了两年半 天津这城市 而且我定居天津了 还是很有感情的 关键哪个是天津 然后包括跟曹阳啊 谁的关系都不错 私交我一直跟他住一屋 明天还想回去 大伙一块儿挺长经济一下 对不对 你们俩冲超之后 有没有特别想去的主场 你就是太达了 太达了 你呢 那我肯定先 大连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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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踢了两件中甲 两个冠军 都是踢前三轮 说了明天 谁哪个中甲 冲超就给买的就完了 买他 不能去 吉祥物 吉祥物 给多少钱 对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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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江苏 江苏来说 会议的时候你想干嘛 还是从事足处的行业 教练吗 教练 慢慢来吧 您要当了教练 也会骂哭队员吗 我觉得还不会 你看当年你们怎么骂我的 应该不会啊 应该不会啊 也很难讲 也很难说 因为什么 其实以前李铁骑球的时候 他也不骂人 我真的是这样 因为他也不骂人 可能你到了教练的位置上 可能大家站的位置不一样 你考虑的事情不一样 因为你可能就说 你真的急了 就像我们之间比赛是 你看我跟老安 我们一起也提比赛 有时候急了 口气也不很好 都唧唧唧唧唧唧的 就说一不好听 你比赛就刺刀剑红 血都涌上来了 对对对 我不能比赛长期 老安 这不可能 他就不可能是这种口气 我到现在这个年龄 骂的就少太多了 已经平和很多了 可能再早几年 可能这种语气更不好 我们赛后到了更衣室里面 我们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刚进来这一刻 可能也会这个比赛不满也好 也会愤怒 也会怎么样 在五分钟之后 可能大家就会趋于平静 老安现在看这一股 潇洒戒这股退役之后的感觉 就差一岁 说退就退了 说退就退了 我眼睛下一步 马上就要进京了 前两年过生日许愿了 多提两年 艾哥一下发了六千块钱红包 你别说 你给你自己发 我给发错了 多点个零是吧 所以就是 正常说话就三千 比方艾哥那天一高就发六千 编辑的位置先空着啊 快了啊 这位置给你们留着 再说一说可能就那个时候了 明天跟你们回去 全退 海底接着替中超 好 那球队的话 明年你们有啥期许吗 很简单 就是从最低 最简单做起码 保低 站跟脚跟 然后我们 什么别想 不管教练也好 队员也好 就是战术 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追求 比如说传控球啊 脚下 脚配合这种 就是我们可以 比较有观赏性 当然这前提是 站在中超这个平台能力足以后 其实分大哥这一意 不光是您个人啊 就真的八一黄金一 就是超白金一代 还有时代提醒的 还有杜葳在提了 胡绍军 胡绍军 他都是这个照片 小侄去哪里做的吗 郎欣欣 孙 孙 杜葳 追风少年 孙吉 我们那种方块剔球 看他们都是在天上的人 没想到现在能坐到一起 还能这么聊天 还能找乐 训练完能一块挣个桑拿 还能胡说八道 我们这波在一起实验还四年 他们这波其实有遗憾 从球迷脚都是有遗憾 因为他们打实验打的好 后来奥运会打的 远赛打的不好 其实你也不是说我们提的有多差 只不过当时的韩国队 确实是太稳定了 我们当时在亚青赛 我们的准备阶段 我们在昆明集训 当时有亚洲杯 看韩国的比赛 就为了看朴志兴 因为他当时是我们这波最早一个 打到国家队级别比赛的球员 说这个让我们看 说这个过两天就跟我们一起去参加 这个亚青赛决赛阶段的比赛了 因为我们第一场就打韩国 结果我们这波他们小组就没出 说我们跟伊拉克出现了 我们小组伊拉克小组 韩国就淘汰了 所以韩国没进行赛 回头过头打到奥运辉选赛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再跟韩国踢 我们真的是踢不过人家 就不是说我们踢的很差 只不过是韩国踢的是真好 韩国队六战全胜过 一球被丢 当时朴志兴就去荷兰踢球 安逸霍温 我们当时踢时中超联赛 当时也打主力了 但是你这种联赛的级别 跟他的那种联赛级别又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去在联赛当中打主力 不是靠政策在踢 我们当时大连上海 杜威他们上海 那是全国关押军的球队 而且大多数都在上面踢主力了 然后组队去打奥运辉选赛 还没打过人家 你说我们现在的U23 他们有几个是在球队当中 能打主力的球员 如果没有政策 又有几个能打主力呢 那他们现在随着这波 你再到亚洲赛场上 我觉得打不过人家也是正常的 这要是国庆的话 对啊 从2000年到现在 你们想想 过得快吗 18年 我现在想 现在 我是这个年龄得多好 时间球过得很快 现在你想想 球队里最小的就是99年了 你想我98年踢联赛 他还没出生呢 真是 99年队员都上来了 我们该退休了真的 学长 昨天我比赛就说 就是你很难 再有你免费的找身价这么高的球员 在一起陪我踢球了 嗯 还有那么多的观众 还在看你们踢 那这可能最后一次了 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你昨天哭了吗 本来挺好的 就采访的时候 确实就是没有控制住自己 你想我们这部队员里面 其实能在这的 这我已经算是比较靠后子了 对 对不对 但是在这张照片里面 现在还在踢子 也就都一还踢 对不对 明年踢不踢我也不知道 胡绕军 一堂 一堂在北空上面 基本不踢了 基本不踢 胡绕军我估计明年也不应该再踢了 今天我看最后两场都已经在 这个踢不息都指挥了 我现在都是那个U16的教练了 教练 假如您有机会 就对着照片这张上面的张耀坤 说一句话 说一句话 多美方 别说我刚酝酿出 我都感动了 你这一切 说的有点道理 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或许能做得更好 我只能说也许 但我17岁有一天 就突然间 啪 就跟徐洪张耀华一起踢球了 大家坐在一个食堂吃饭了 那个时候就感觉不可思议 因为之前我在二线队的时候 他们在一线队 食堂也不在一个食堂 他们住在四楼 我们住在二楼 他们在里面吃饭 我们在外面吃饭 他们是一百块钱的标准 我们可能是三十块钱的 传言人说 缺个钱训练 你们这有个参加活烧的小孩 有没有上来跟我们训练吧 然后就去了 就感觉我去训练了 去吧 练了一堂课 然后当时主要是许根保 许的就跟我说 要去练吧 就留下来吧 以后跟着我们练吧 吃一百块钱的饭吧 吃一百块钱的饭吧 住还是住在二楼 来吧 就在那一周 就报名了 说这周就比赛 这周比赛 因为当时我们二队 到周六周日就放假了 周六训练练放假回家 周日看比赛 周一回来 周六呢 我就给我妈打一电话 那时候也没手机 也没手机 她找一公众电话 打一电话 我妈我就不能回家了 我回去了 得去一队了 我妈说你好好做 你别骗我 妈她那感觉 你去哪玩去了 什么你就去一队了 我说真的真的 从来没经历过 从来没经历过 我就进队一周 就进替补席了 进替补席 踢了踢了 最后我们当时是跟广州 广州松日 比赛是三比一嘛 我们领先嘛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都做得好好的 你知道吗 当时教练让几个人 去那边准备活动 准备看换谁了 也没让我去 就做得好好的 轮不到我 你知道吗 最小一个 就坐着看看球好好的 突然一看见我了 你上 是不是我妈 就是你 还剩三分钟 可能就起到一个 担忽时间的队 担忧时间的队 就上了 就是中超手 假A 手秀 手秀我妈都没看 当时能想到 手秀的时候能想到 最后这个数字会是 410 什么都没想 这怎么能轮到我呢 就我们曾经有过这种梦想 希望穿上这件球衣 能够在这个球场上去 为这支球队去战斗 我基本上我觉得 我还是按照我的想法 达到了我自己 对自己的要求 完成了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最后一期让我们听到了一个 英雄 这叫谢甲辉田的这样的故事 同样的我觉得更好的一点是 让我们正好请到了武汉的球员 让我们对明年又有了更多的希望 期待 明年也希望这个 新军 新军能够在中超 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也想跟坤大哥约定一下 明年抽时间再上一期 到时候再聊聊您退役之后呢 到时候我们跟这一期这么一比 聊聊退役之后 看看跟自己小子一不一样 对 还问找了新工作呗 去不去主持人吗 来都来 来你也来 好今天我们犯规最多的是周通老师 今天就不结账了 老乡的免贷 但是您这个该喝还是得喝 来吧 到包里就行了 我觉得他应该做好准备了 很健康的食材 绝对不影响明年咱的这个中超生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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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抖了 哎呀这个这个 哎 好我给你留一点 来来拍子我 哎呦我看着都咱们 好 心疼 哎这咖啡可以 这咖啡可以 哥伦比亚咖啡 好厉害厉害 这个真的很难喝 你这个你这个可以 第二季了 最后一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好 中超突口笑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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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见 好了好了好了 拜拜 最大的希望明年再见 对于这场比赛不用太多数的赘述 对于武汉周二来说现在距离冲超 包括提前夺冠只有一步之遥 刘云直接打门抽进了 瞬间点燃了橙色的海洋 全球跟上之后再打球又进了 出跑 大门 出跑 招接了 大门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